哈喽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个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把抢票 需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 我们已经把它给做好了 对吧 做好了 下部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你再点击 再点击查询按钮的时候 如果下面出现了这些车似的这些信息 那么我就去判断 有没有我想要的那趟车 实际上的话再找到这个车里面 比如说我想要的是追485 那么再看一下 有没有我想要的席位 如果有的话 我再去执行预定的按钮 再去点击预定的按钮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把这个事情 来把它给完成一下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打开一下 我们的这个拍摄 然后的话再来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好 来到这个地方 我把它给拿过来一点 因为待会我们要去分析的这个页面 好 那么这个地方执行完点击事件 直接完点击事件以后 接下来我是不是 你看好 我这边执行完点击事件 我这个地方输入一下长沙吧 我再点一下查询 它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等待的过程 才会把下面的这些信息显示出来 对 所以我们不能怎么做呢 我们不能直接你执行完 点击的按钮以后 马上就去获取下面的这些信息 因为下面这些信息 有可能它还没有被加载出来 对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也要应该去等待 对 就等待什么呢 等待下面这些信息有出来 好 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 下面这些信息是否出来了呢 非常简单 这边我们右键来检查一下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 来看 这地方是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 在这个叫做T-L-list 这个DIV下面 在这个DIV下面 那么如果我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我先刷新下这个页面 我先刷新下这个页面 我刷新完这个页面 这时候的话 它是没有显示任何的车次的信息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时候我再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东西是长什么样的样子 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直接显示的是一个什么呢 看一下 显示的是个table 只要的话 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T-Body ID是等于这个Curileft table 在这个T-Body下面 此时这个T-Body下面的话 是没有任何元素的 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在这个T-Body下面 就直接是一个结尾的标签 就是在这个T-Body下面 没有任何的元素 没有任何的元素 那么一旦我点击的这个查询按钮 点击完这个查询按钮 下面出现的这些车次的这些信息以后 此时此刻 在这个T-Body这个下面 它是不是有这些信息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有这些TR标签呢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是不是只要判断 这个ID等于这个Curileft table的这个Body下面 这个Body下面 如果有元素 那么意味着这些信息 是已经出来了 如果没有 那么就没有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就等待呢 是不是就可以等待 按照这个东西去查的吧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这里方来写 等待 再点击了查询按钮 以后 等待什么呢 等待这个车次信息 是否显示出来了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 等待 webgerate 然后是那个cell.driver 然后这个地方是等待1000 对吧 那是那个until 那这个EC点那个什么呢 element located element present p-i-e-s-i-d 就是present of element located 就是这些元素被加载完毕了 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们通过这个by.xpass 通过xpass的方式比较方便 然后这个 通过这个xpass 这个xpass是什么呢 我们要找到这个id 可能叫c 然后它是一个tbody tbody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是那个id 是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这个东西 下面要出现的这个tr标签 看到没有 因为我现在要找的并不是这个tbody 而是这个tbody下面的这个tr标签 对不对 就是说我现在我要去找这个tbody下面所有的这个tr标签 如果有的话 那么就不等待了 就继续往下面走 如果没有 那么我就继续等待 对对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会一直等待 好 那么有了以后 就是说走到下面来了 说明这个地方它是已经等待成功了 就是说以这些元素已经出现了 那么已经出现了以后 接下来我就要去获取下面的所有的这些车子的信息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我想要的那个车子 比如说这个street485是我想要的 那么接下来我再来看一下这个二轮座有没有票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首先第一部分工作 我就是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个tbody下面所有的这个tr标签 所有的tr标签 那么找到所有的tr标签其实非常简单 其实我们这个这个xbus这个语法就已经写好了 对不对 但是有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tbody下面并不是所有的tr标签都是需要的 你看像这些tr标签是不是不需要的 这些tr标签它只不过是存储一些信息的 那么这些tr标签我们是不需要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过滤掉 我们就可以过滤掉 怎么过滤掉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tr标签是我们需要的 这个tr标签是我们需要的 这一个tr标签也是我们需要的 像这些tr标签它有什么样的规律呢 没有什么规律是吧 那么我们就去看这个什么呢 我们不需要的这个tr标签 这个地方我放大点好吧 我们不需要的tr标签 像这个tr标签 这个tr标签 还有这个tr标签是我们不需要的 那么这些不需要的tr标签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是不是都有一个属性 叫做data data train这个属性啊 对不对 那么我们怎么去找呢 我们只要找到这些tr标签 没有data trade的这些tr标签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吧 对对 你看这个tr标签是不是没有data 这个属性啊 这个是不是也没有data 这个属性啊 那么这些tr标签的话 才是我们想要的 这意思吧 好 所以的话我们这地方就可以去找啊 所有啊 没有什么tr啊 data train啊 属性的tr标签啊 这些标签啊 是存储了车次信息的啊 好 那么就是tr list的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self.driver.fun elements by xbus的吧 tbo body啊 tbo dy把这个拿到吧 拿过来啊 下面所有的tr标签啊 当时这个tr标签的话 我是不需要什么呢 not啊 是不需要这个data train的啊 是不需要这个属性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找到所有的这些属性以后 接下来我先来打印一下好吧 先来打印一下啊 或是我先先来写吧 先来写啊 找到所有的这个属性以后 接下来啊 我就去 我就去辨入这个列表 对不对 就去辨入这个列表啊 好 那么就是第九步啊 啊 那么就是便利便利所有便利所有的呃满足条件的tr标签对吧 好 那么就fortr intr下方的list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找到拿到这个tr标签 在哪里呢 在这个a标签里面啊 在这个找到这个a标签里面啊 然后我们再调用他的这个test的属性 就可以拿到他的这个车子信息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怎么拿到这个a标签呢 是不是非常简单啊 它是不是有个class叫做number啊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只要根据这个class是等于这个number啊 找到这个a标签以后 再拿通过他的这个test的属性 就可以拿到这个呃车子信息的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拿到车子信息 就是tr intr number啊 呀 等于这个什么呢 tr.final element final element by什么呢 byclass name啊 通过类名 就是number啊 好 找到这个标签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找到这个标签里面的文本信息 那么再调用这个什么的test的属性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再来打一下吧 打一完之后 这个地方我们为了区分一下 这个地方打一下几个等号啊 可能加s保存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运行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啊 右键来运行 好 这个地方他等待我的输入啊 目的地啊 然后是那个呃啊 写错了是吧 再来一下啊 呃 我这个地方启动了多少程序啊 我把它给关掉 好吧 呃 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配置选中 只用单一实例啊 只用单一实例的话 就是我在pyshop当中 我运行我这个文件好 我只会运行一份啊 那么如果你运行多分的话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好吧 这地方运行一份啊 目的地是北京啊 木呃 出发地是北京啊 目的地是那个长沙 对吧 然后是这个出发世界是2018年 那个03-01 对吧 好 成个姓名黄勇啊 然后这个车子是追485 对吧 好 这样的话 他就会来到这个登堆界面 然后的话我来登堆一下 然后是锅场 对吧 好 点一下登录 好 然后的话 他就会自动跳成的这个班 然后这个班 我再来书 把这些信息把它给输入啊 然后是3月1号啊 好 他就会自动的查询 然后下面的话 是不是把所有的这些车子信息 全部都把它给答应出来了 看到没有 看到了啊 好 那么有这些车子信息以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判断哈 这个车子信息 是否在我的什么呢 是否在我们现在想要的这些车子信息里面 对不对 我们之前是不是在这边 进行 进行一个站的 输入的吧 对 然后的话 如果有多个的话 那么就可以通过 多好的方式进行分割啊 然后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调用的这个Split的函数 他也会将这一个东西 把它给装成 装到一个列表当中啊 比如说你现在在这边输入的是 这个追485 对不对 那么追485 调用这个Split的多号 因为这个追485里面 没有这个多号 所以的话 他产生来的一个站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产生来的这个结果就是 一个站的啊 就是 追 追485 然后后面给个多号 就是产生这种 或者没有多号啊 就会产生一个站的啊 只有一个元素的一个站的列表 你没意思 那么如果用户输入的多号 比如说追485啊 追那个529 那么的话就会产生多号啊 就是这个追 那个529对吧 529啊 就会产生这种啊 就会产生这种 好吧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拿到这个车子信息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就判断啊 if这个train number 如果是这个train number啊 如果这个车子 车子的车次啊 因什么呢 save.trace 如果是在 这个什么呢 在我们之前已经定义好的这些 车子信息里面 那么这是的话 这段车子是我想要的 对不对 是我想要的 接下来我在什么呢 再去找这个 二等座 再去找这个二等座啊 当然好 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讲的 就是说没有搞那么复杂啊 我这个地方的话 就直接以这个高底票 以这个二等座为例 好吧 如果大家想要写的比较 比较完整一点 比较那个 比较能够作为一个线上的产品的话 那么最好是把这块也处理一下 把这个也处理一下 这地方我就先把它给关掉 那么我这地方的话 就去找这个二等座 那么怎么去找到这个二等座呢 非常简单 它是不是在第几个td标签下面啊 1234 它是不是在这个第四个td标签下面啊 那么我们就只要去找到第四个td标签 如果第四个td标签下面有 它这个里面的文本 它是等于这个有 或者是它是一个数字啊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认为这个车次 它其实还是有票的 有票的 我们就再找到这个预定按钮 再去点击实行事件 对对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找到第四个td标签啊 那么就是left tsket td 对吧 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 tr.find的element by什么呢 byclass byxpass吧 找到这个第四个td标签啊 第四个td标签 好 然后的话在第二下面的点test啊 这个地方哈 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找到第四个td标签 找到第四个td标签以后 再调这个test 就可以拿到里面的这个呃文本信息了 拿到这个文本信息以后 接下来我就去判断啊 if什么的 来啊 这个地方是就或者叫做什么的 left ticket 没有t的啊 if left ticket 是等于等于这个 有 对不对 有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left ticket 它是一个数字 一直一直djd的啊 一直djd的啊 一直dj的啊 也是数字 那么意味着就是有票啊 意味着就是有票啊 好 那么这的话 我们现在打按下吧 就是那个呃 train number 再加上一个自负账啊 有票啊 有票啊 我们现在走一下吧 现在走一下 可能加四保存价啊 然后的话 我们可能的加再来运行一下啊 再来运行 稍微等一下啊 好 这个地方我需要输入啊 目的地是出发地是北京 对吧 北京 然后目的地是长沙 然后是那个时间是2018年 03-01对吧 好 这个成哥的话 是比如说黄友啊 然后我这个车子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是追485 对吧 485 485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看一下啊 还有一个是追529是吧 追529啊 追529啊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就来到登录页面 我来登录一下啊 好 这样的话就来输入一下啊 北京 长沙 3月1号啊 好 他就会自动下去 好 这个地方的话啊 他这个地方返回来的是一个列表 是吧 返回来的是列表啊 返回来的是一个列表的话 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方就不要加S就好了啊 刚刚加了个S啊 好 再来走下吧 这个地方输入啊 出发时间2018年干0003-01对吧 黄友 主要是那个车子是那个追485 还有是追什么呢 529吧 529啊 529 这里面来的登录见面啊 罗 然后我再来输入一下这个出发地是那个北京啊 目的地是长沙 这个是出发时间是三一号他就会自动的啊 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就是因为我现在要订的两个车子是追485以及追529对不对 那么他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打印出来了 就是因为追485和追529是在我们输入的这个车子里面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打印出了追485有票追529有票对不对 好那么这个地方有票有票以后接下来我是不是就要去找到这个点击按钮啊 对就来找到这个预定按钮啊 好那么这个预定按钮的话我们怎么可以找到呢 我们看一下啊 他应该是有一个呃什么东西的啊 呃那那他这个这个他其实个A标签对不对 这个A标签上面的话他们有什么样的 他有个这个类啊 有这个类 但是这个类的话我看一下是不是唯一的啊 这个类的话名字叫做啊 Btn7R是吧 Btn7R啊 呃或是我 我不知道他这个类Btn7R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哈 啊 那么我们现在就使用这个Btn7R吧 使用这个Btn7R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找到这个呃 那个预定啊 OrderOrder那个 OrderBtn啊 OrderBtn是等于这个什么的TR点FundElement FundElement By什么的classname啊 这个地方叫做Btn7R是吧 Btn7R啊 Btn7R 找到这个按钮以后 接下来啊 我们就要去什么呢 呃 做他的那个点击事件了啊 那么就是OrderBtn啊 点click 啊 直接这个点击事件啊 直接完这个点击事件以后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它是不是会 呃 因为我现在没有登录好 我现在没有登录 那么我现在这个地方来登录一下吧 或者我重新刷新一下 我这个地方先登录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蜡烛 稍微等一下啊 我这个地方点击这个预定以后啊 他就会呃 我这个地方点击预定以后啊 他就会自动的跳转到哪里呢 就会自动的跳转到那个啊 呃 让你输入乘客信息的那个界面的啊 就会让你输入乘客信息的那个界面啊 哎 好 比如我点击预定啊 他就会来到这个乘客的信息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ur 把它给保存一下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啊 就要去等待他 看一下他的这个ur 是不是等于这个 对对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保存下这个url啊 那个呃 passenger 呃 passenger confirm passage 对吧 Cofm 呃 或是pas jr 128 好 那么点击完之又 接下来的话 我就去等待啊 等待什么呢 等待是否来到了啊 确认乘客的页面 对吧 来到乘客页面 好 那么这部分功能的话啊 我们要不就放到下节课当中跟大家讲 好吧 呃 或者我们这个地方跟大家讲完吧 就是web jr 啊 cf点那个driver 啊 然后是这个地方等待1000秒 啊 然后是until 就是EC点那个什么的url2b啊 等于这个什么的cf点那个passenger url啊 如果是等于这个东西啊 那么说明意味着 现在是已经来到了这个界面了 对对 已经来到这个界面了啊 来到这个界面以后 接下来我再去找到什么呢 再去便利所有的这些呃 乘客的信息 找到这些乘客信息以后 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黄友这个人 是否是刚刚你在这个地方输的 如果是的话 那么我就执行他的这个点击事件 就让他勾选上 是一算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找到啊 再来找到 好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是 呃 看一下啊 他其实是什么呢 在一个立标签下面啊 在一个立标签 在一个ul标签下面 那么我们只要便利什么的 所有的这个立标签啊 或者是我们看一下啊 还有没其他的方式啊 呃 我们只要找到什么呢 所有的这个label啊 找到所有的label 就是找到这个 呃 ul标签下面啊 找到这个ul标签下面啊 然后的话找到所有的这个 呃 label啊 找到这个label以后 看一下这个里面 这个label下面的这个test啊 是否和我们的这个呃 里面是否这个在 在我们想要输入的这个呃 姓名的这个里面 如果是的话 那么我们就执行他的这个点击事件 对 好 那么这份工作我们放到下几个当中 跟大家讲 好吧 这几个的话 时间也已经比较长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几个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